这个女主播上一秒还在和绑一大哥套近乎 第二天竟被人分尸挂在了湖中央 警方派遣潜水员试图从湖中找到死者的头部 因为头部是确认尸体身份的重要线索 警方确认死者是一名名叫林湘的网络女主播 凶手将死者分尸 然后将头部扔进湖里 很明显是在掩饰死者的身份 而尸体还有被冷冻过的痕迹 这就令法医无法获得准确的死亡时间 法医小雪在死者的头发里发现一种丝状纤维物质 女主播上掉下来的还无法判断 根据其消费记录 五天前她曾在一所度假村退房离开 而且从消费清单上看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男人 就在这时 女主播的母亲得到消息来到警局认领女儿的尸体 可奇怪的是母亲在悲伤之余口中竟不断大喊着对不起 法医小雪隐约感觉这个母亲知道些什么 但当警方试图向其了解情况时 母亲周美兰好像太过于伤心 对女儿的情况只字不提 探员童话询问她知不知道 女儿一直在多个网站做跳舞主播 其料母亲一听到主播两个字立刻激动起来 大喊着让童话赶紧把这些视频删除 童话感觉林香的母亲好像在刻意回避这件事情 于是拉着小雪仔细查看了林香最后的直播记录 不料竟在其中一条视频中发现 有个鬼鬼祟祟的人正在偷拍林香 得到线索后 警方立刻来到度假村寻找这个可疑的人 在一位工作人员将他们带到员工的宿舍稍坐等待后 小雪打开了这个宿舍唯一的电脑 意外的发现里面竟然有大量偷拍的照片 而这个电脑的主人正是刚刚接待他们的服务员 童话感觉不妙立刻前去抓捕这个人 不料此人竟反过来大喊着童话是小偷 引来其他安保人员的抵截 在一番纠缠后 童话表明身份才得以解围 已经逃远的服务员看到一辆观光车 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可他一个转弯竟然被一台挖掘机堵住了去路 将其带回宿舍后 男人称自己叫张波 之所以偷拍林香是因为喜欢这个姑娘 而且他在偷拍时 还看见林香到楼下与一个身穿粉色衬衣的人见了面 从表面看应该是林香的男朋友 因为他之前曾多次与林香一起来过度假村度假 但他从未在前台登记过 所以并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 眼看线索又要断了时 小雪意外地发现 屋子的墙壁上有一处焦黄的痕迹 他立刻找来宝洁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宝洁称度假村的蚊子比较多 所以基本每个门口都挂了一个灭蚊灯 而这个灭蚊灯他刚刚拿出去准备清洗 小雪听后感觉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待他将灭蚊灯带回去检验之后 果然在其中的蚊子体内采集出林香和另一个人的血液样本 通过DNA比对后 发现这些血液来自一个名叫徐云的男人 将此人带回警局后 徐云称自己早已与老婆离婚 与林香是自由恋爱的关系 而且他在那晚离开后 就直接坐飞机去国外出差了 根本没有警方口中所说的冷冻尸体的时间 他的律师也来到警局提供了他的护照作为不在场证明 但奇怪的是 这时林香的母亲在警局门口突然出现 他仿佛对徐云有特别的恨意 竟然当着所有媒体的面泼了他一身的脏水 这就令警方再次怀疑 林香母亲似乎知道一些什么不肯透露的事情 结束警局门口的闹剧后 小雪二人来到林香的家里 此时他的母亲正在愤怒地剁着骨头 从他的表情来看 这个母亲似乎已经有点精神不正常 只见他端着一盆生骨头 放到林香的照片面前 口中还不断低语着 这是女儿最喜欢吃的骨头汤 小雪二人查看着屋里的环境 发现墙上竟然挂着很多辟邪的物件 同化顺手拿起桌子上的毯子 可没想到周美兰一下情绪失控了 直接扑上来将毛毯抢了过去 而他这种精神恍惚的状态 也令小雪二人感觉 从他身上似乎难以得到有用的线索 可就在他们准备回警局时 警局的同事给他们发来一张诡异的图片 上面的姿势与林香的分尸的现场十分相似 而这张图片给小雪的感觉 令他想起周美兰家里的那些辟邪的物件 忽然他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 那就是林香很可能是周美兰杀的 但童话听后认为他的这个猜测太大胆 二人为了打消心中的疑虑 再次返回了周美兰的家里 结果却发现 周美兰竟然趁着黑夜正在焚烧林香的衣物 等他离开后 二人立刻将火封灭 小雪看着盆里的衣物突然想到 在死者头发内发现的纤维物质 很可能就是林香平时戴的假发 或者衣服上留下的 就在这时他突然留意到 红化之前与周美兰争毛毯留下的龙毛 果然 小雪将这些衣物回去检验后发现 死者头发内的丝状纤维物 正是周美兰家里的毛毯上留下的 这也就意味着 林香的尸体曾被这种材质的毛毯包裹过 得到线索后 警方再次来到林香的家里 可此时的周美兰已经不知去向 在对这间屋子进行仔细搜查后 发现在客厅的冰箱里 还有另一张布满血迹的毛毯 如此说来 周美兰就是杀死女儿的凶手 回到警局后 警方接到电话称徐云也失踪了 小雪猜测她一定被周美兰带走了 而她在周美兰家里调查时 发现一张老宅的拆迁通知 因此她怀疑周美兰很可能将徐云 带到了她的老宅那边 果然 此时的周美兰正打算对徐云下手 童话带人及时赶到将其抓获 来到警局的审讯室 周美兰很坦然的说女儿是自己杀的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她早就发现了林湘在网上直播的事情 在几次劝阻后 她和林湘发生了争吵 二人争执中情绪太过激动 才失手把林湘推走 而且正好撞到了冰箱的棱角上 没有了呼吸 而她的懊悔 令她每天都能听到 女儿在耳边喊着妈妈 仅仅一天就令她彻底疯狂 为了能让脑袋清静下来 她就按照以前流传的民间方法 将女儿摆成了图片上的样子 而她杀徐云也是因为 她想让徐云下去陪女儿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